我怕打你吃不到了 我怕打你吃不到了 我怕打你吃吧 我怕打你 我怕你呢 你打我 你打我 你看你 你把爸爸带嘴 把我请他 把爸爸带嘴 你再挤一下 好笑 也好笑 近日 江苏南京一位四岁的小男孩 报警称自己 韦家报了 民警立即赶往现场 发现男孩正在洗漱 家长称男孩不肯起床 不肯上幼儿园 只想玩手机 家长叫起起床 并称不起床就打屁股 男孩闹着说报警 没想到他真的打了110 看到儿子真的打110报警了 孩子爸爸有些哭笑不得 民警确认孩子没有遭遇家暴后 对他也进行了耐心的教育